台北101 是超高大樓 是綠建築 有購物中心 有美食餐廳 還有觀景台 也是台灣地標 也是頂級相伴的代表之一 超高是一個高度是一個優勢 現在沒辦法別人取代之外 還有很多就是我們的生活機能 我們會把很多的空間 提供給我們的租戶 在101的35樓 有許多生活店家進駐 只有大樓租客可以使用 這裡可以直接買杯星巴克咖啡 也有便利商店 休息時間買東西 還可以看看窗外的街景 有牙醫診所可以預約看牙 有銀行可以領錢匯款 有電信服務 SPA店 有快遍接送件 甚至衣服髒了 還有乾洗店服務 好 等我一下 那我給你一次見 好 服務人員的禮貌 還有各方面的經驗 反而成為現在我們很大的一個優勢之一 台北101全台最高大樓 南山廣場最新完工的頂級商辦 而這兩棟 也是主導整個新意商圈頂級商辦的租金行行 根據實價登錄的資料顯示 全台最貴辦公室租金 前三名都在新意區 冠軍是南山廣場38樓 美瓶租金4672元 其次是國泰智地廣場和台北101 美瓶租金都達到4000多高點 根據外資商眾統計報表 新意區已知商辦 美瓶租金開價從3300到5000元不等 也是外商公司金董和科技業 搬簽A級商辦的首選目標 20年來第一次 對 就是有這個辦公室租金 就是上漲的那麼快速度的一個現象 甚至有很多大樓市價 那麼多4000多 有成交到5000塊的 那有些大樓甚至開價 是要開到5000、6000的都有 對 那這個真的是在2018年以前 2017年根本沒有碰過 這股商辦熱也帶動周邊的行情 新意計劃區年成長百分之4.8 創十年來最大增幅 動畫商圈也成長了1.6% 台北市全區也有3.1%的成長 業者說 中美貿易戰台商回流 對頂級商辦的影響有限 主要還是供需失衡的問題 國內頂級商辦的租金行情 比周遭的國家低 這塊抗金招牌 即使得付出不少租金 還是供不應求 好 好 好